大家好 现在是蟹爪允益怀里的季节 如果说大家想要自己的蟹爪允开花多的话 大家必须要注意我们的养护方法 尤其是我们放在室内养护 因为蟹爪允它是属于一种短预造的花卉 如果说我们放在室内 那么晚上开灯给它照射光线的话 是会影响到它花芽分化的 我们只需要让蟹爪允每天有8个小时足够的闪射光就可以了 尽可能的不要把它放到阳光直射的地方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 我们每天给它足够8个小时的光照 其他时间 我们可以用黑色塑料袋给它照起来 减少给它光照的时间 不要给它光照时间过久 那么这样的话有利于它触发新芽 那么第二点就是给它补足零甲严肃的肥料 比如说零森二青甲 按照1比1千的比例兑水 给它喷湿叶片 最好是5天左右一次 同时给它浇灌根部 每次等这个土壤干了 我们再给它浇水 同时这段时间 我们要适当的给它控一下水 一定要等到这个土壤干透了 再等上一两天 我们再给它浇水 那么经过这样处理 蟹爪兰很快就能花芽分化出来 开花更多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